溜溜达达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刘大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俄罗斯美女最多的一个地方,满洲里 众所周知,俄罗斯盛产美女,很多男士都心向往之,无奈却太遥远 然而,来到满洲里,不必出国便能一睹俄罗斯美女的芳荣和风姿 满洲里隶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管辖 它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 地处三国交界处,西邻蒙古,北界俄罗斯,距中俄边界仅四公里 它也是中国跨境贸易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尤其是与俄罗斯贸易往来频繁 许多俄罗斯人来到满洲里工作,学习和生活 初次来到满洲里的人或许会惊诧地以为是来到了俄罗斯小镇 因为大街上遍布身材高挑,尊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 他们有的是来满洲里游玩,有的是已经在这里读书或者做生意 不少人已经在满洲里待了很多年,他们随口就能讲出流利的东北话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距离本国心脏地带较为遥远 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很落后 因此,在中俄边境地区,两国的发展程度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俄罗斯边陲小城,后辈加尔斯克 这里的人十分羡慕满洲里富有的生活 而另一侧的满洲里则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于是,许多俄罗斯人选择来到这里淘金 很多俄罗斯姑娘美女从事舞厅歌舞表演工作 他们觉得中国的钱很好赚 满洲里也成为俄罗斯人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很愿意嫁给中国小伙子组建家庭 久而久之,满洲里已经成为俄罗斯人在中国的第二个家 除了俄罗斯美女,满洲里还遍布俄罗斯风情的建筑 最为著名的便是俄罗斯套娃广场了 30米高的大套娃在广场上非常显眼 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套娃,曾获吉尼斯世界记录 走在满洲里街头,随处可见的俄式建筑和俄罗斯美女 走不出国门就去了一趟莫斯科的感觉 它也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俄罗斯化的城市 满洲里和俄罗斯的文化交流也很频繁 每年12月底的内蒙古纳达姆大会 在满洲里会举办中俄蒙美丽使者国际大赛 来自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的美女们争相抖眼 六大军也禁不住诱惑,前往现场观看 不得不说,台上的俄罗斯美女真的是太美了 对于俄罗斯美女遍地的满洲里,你怎么看呢? 有趣过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